旅行是会上瘾的 走吧 我们去世界看看 芒果这一家 赶快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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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芒果这一家 这位是芒果 我们是芒果的姐姐 我是Yumi 我是Seline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 我们去欧洲自住旅行 住宿是怎么挑选的 如果你跟我们一样 出国玩喜欢自住旅行 喜欢所有行程都由自己安排 喜欢把钱花在刀口上 喜欢评价旅行的滋味 接下来的影片千万别错过哦 欢迎继续看下去 首先要跟大家聊聊 我们三次欧洲自住旅行 分别去了哪些国家 2017年是我们第一次 踏上欧洲的土地 造访了英国伦敦和法国巴黎 都算是欧洲国家物价 比较高的城市 刚好遇到英国脱欧谈判 所以我们很幸运的一点 就是遇到英镑和欧元 汇率都蛮划算的时候 花费也会相对比较便宜一些哦 自从2017年去过第一次后 发现其实欧洲的物价 没有想象中的高 我们只要事先做好规划与安排 预算控制在自己能负担的范围内 也可以用少少的钱 玩骗欧洲各国 跟我们一样的小资族 每年玩欧洲再也不是密集的 对啊 其实玩两次日本的花费六万元 就可以玩一趟欧洲旅行 所以隔一年2018年 是我们第二次重返欧洲旅行 去了法国巴黎 比利时的布鲁赛尔 根特布鲁日 还有荷兰的阿姆斯特丹 路特丹 羊角村等等 只能说欧洲真的太好玩了 它的魔力和魅力 让我们始终念念不忘 才刚完成法比河的旅程 回到台湾 内心还是无比澎湃 立马开始讨论 隔一年我们还要去欧洲哪里玩 只能说欧洲真的是玩了一次 就会想下去第二次第三次甚至更多次 疫情之前的2019年 是我们第三次的欧洲自助游戏 从中欧奥地利的维也纳开始 玩到斯洛巴特的布拉吉斯拉瓦 奥地利的萨斯堡 哈修塔特 德国的国王湖 慕尼黑 新天鹅堡 楚歌峰 凯尔 再玩到法国史特拉斯堡 瑞士的巴塞 发国科马 最后在巴黎画下美好的句点 现在看到这些美好的旅行片段 真的觉得好怀念哦 也很感谢我们自己当初的勇气 决定行动跨出哪一步 再来就是找欧洲住宿前 要先大概知道行程要怎么走 通常我们在规划下一趟旅程的习惯 就是会先把自己想去的国家 提议出来讨论 像是去瑞士 德国 西班牙等等 确定好想去的国家之后 就会开始分头找机票 等到确定买好机票后 我们的第二步 就会开始找住宿 以上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主要还是要依自己安排的顺序为主 之后也会想要拍行程规划的影片 跟大家分享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言 让我们知道 还有订阅我们的频道 快点按赞按赞赶快订阅 接下来用我们第三次欧洲自住旅行 来跟大家稍微说明一下 那次我们买长龙航空维也纳进巴黎出的机票 在订住宿前 首先要先确定维也纳到巴黎这中间 我们还要去哪些国家哪些城市 行程该如何安排 在找住宿的同时就要边想每个城市要停留几天 去到下一个国家与城市要搭什么交通工具 都必须先想清楚才会比较好安排住宿哦 这次欧洲自住旅行实际总共完了17天住宿6晚 差不多转好时间和地点之后 就要先从维也纳的住宿开始造气咯 我们对于欧洲住宿的要求 会以距离价格和安全性这三点作为主要考量 第一点距离 因为每换一间住宿就像大迁徙一样 要拖着大型行李大包小包的还要沿途找路 真的非常辛苦 所以住宿我们会尽量找车站地铁站附近的住宿 如果附近找不到步行10分钟左右 都算是我们可接受的范围内 交通方便也是我们找住宿的考量之一 住宿的价格我们会尽量找平均一晚一冷 约台币1000元左右的套房或亚房 因为出国旅行最大的花费就是机票 第二大的花费就是住宿 我们不要求住什么五星级饭店 只想把住宿省下来的钱用在门票和其他的高空上 第三点就是安全的区域 因为欧洲国家的治安相对没有台湾好 我们在找住宿时会先上网了解 这个城市哪些区域的治安是比较安全的 住宿就会先找那附近的为主 以巴黎为例 越靠近北边治安越差 就像是第18区蒙马特圣兴堂附近的区域 还有巴黎北站东站出路的人口也会比较复杂一点 治安就会没那么好 反而是巴黎右岸靠近赛纳河边比较繁荣 观光景点大多都聚集在这 治安也会比较好一点 因为有很多警察都在附近巡逻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会建议住宿尽量选择在巴黎左岸 因为左岸是传统法国人的住宅区和学区 环境单纯治安相对比较良好 管理会也不用太担心 我们在找住宿前 习惯先上背包客栈部落格看看 有没有人推荐不错的住宿 觉得OK的话 我们会再上booking.com或者是agoda等订访网 看看我们要去的日期价位大约是多少钱 有没有符合我们的预算 住宿地点附近交通如何 离地铁站近不近 安全性等等都会事先评估 觉得OK 就会上饭店官网再看一下价格大约是多少钱 如果都符合我们的条件与预算 就会在官网的线上客服 或者是上饭店的官方FB询问有没有空房 如果有空房的话 我们就会回到官网去订房 订好住宿后 我们还会搭包确可再写email或者是线上客服去询问 还有会上官方的FB试讯 再确认一下订房是否成功 确定真的有订到房 我们才会松一口气 基本上我们不太会透过第三方的订房往订房 还是习惯直接对饭店 如果后续有什么问题 直接对饭店也比较快解决 因为曾经在背包客栈爬文有看到有些人在订房网订房有遇到被盗刷的情况 或者是他们到了欧洲才发现有发生没有订到房的问题 所以为了避免在人身地不熟的欧洲发生一些麻烦事 我们宁愿自己先处理好 避免去到欧洲铺空的窘境发生 对啊 所以目前我们透过第三方订房只有用过AMBNB 后面会再跟大家详细说明 找欧洲住宿的方法除了我们上述提到的那几种之外 还有也可以透过住在亲戚朋友家 或者你可以上FB留学生社团去找住宿 也有像沙发冲浪 宠物保姆换宿 或者你也可以上欧洲社团去询问看看 对啊 我先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FB留学生社团 通常留学生在放假回台湾 或者是去其他国家旅行的时候 就会把自己的空房出租 租金会比较便宜哦 像我在前几年就去纽约自住旅行 那时候在找住宿的时候 真的也是一个头两个大 因为纽约住宿真的超级贵的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找不到符合我们预算内的住宿 其实我有问一下周遭去过美国的朋友 就有人跟我说 你要不要上去FB留学生社团去找找看 因为他们会把自己的空房 或者是他们租的房子有空闲的区域 会把它出租出来 这真的是一个好方法耶 所以后来我就有上纽约的留学生社团去找找 真的就有找到在纽约帝国大厦附近 其实就在旁边的留学生他们租的大楼 就有找到平均一人一万差不多 也是一千出头的住宿 觉得蛮划算的 很难以想象 我竟然可以用一千出头 就可以住在纽约的黄金地段 它的周围环境真的非常好 去时代广场也很方便 附近就有地址站 而且它离梅西百货也很近 周围就是超方便超热闹的地区 宠物保姆换宿 这个是在欧洲社团有看到有团友分享 他旅行期间有当过宠物保姆 因此就换到了一周的免费住宿 但这个好像是需要加入宠物保姆网站 就是要加入会员 可以付少少的年费 换到这户人家遛狗 就可以换到免费的住宿 如果你也有住宿预算的考量 这个其实也是还蛮推荐的一个方法 对啊 其实这个我们之前真的不知道 是刚好前一阵子有发现这个资讯 也跟大家分享 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可以上欧洲社团去找住宿 像2018年我们也是找荷兰的住宿一直卡关 所以呢 最后我们就想说 好吧 那我们先上荷兰的社团去看看 就在上面发文询问一下说 我们在2018年4月几号到几号 我们想找住宿 就请问有没有便宜的住宿可以提供给我们 有遇到几位好心人就有私讯给我们 我们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人 他有私讯给我们 他们是住在米非兔故乡的乌特勒姿 他们是纯粹荷兰的接待家庭 不是专业的民宿哦 他们的住宿是提供一人一晚十几欧 超级便宜的 而且他还有附早餐跟晚餐 还有提供你折铁脚踏车 你看看这些费用整个省下来真的是差很多 可惜我们当时行程就是没有计划安排要去乌特勒姿 就只能放弃这个便宜的住宿了 下一集我们会跟大家分享我们欧洲住宿入住后的心得哦 千万不要错过哦 那我们就下一支影片见 拜拜 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